蔡英文总统、AIT主席莫建 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马力罗爱斯 行政院长赖清德 AIT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 前总统马英九、外交部长吴钊燮 陆续把物品放入时空胶囊 之后会埋入AIT内湖新管的地下 蔡英文总统至此表示 共据于此是要庆祝台美关系数十年来 所谱成故事中的一篇崭新篇章 而此故事是由诸多在场人士一起谱写而成 从美国第一个驻台北总领事馆开始 接着到北门附近的美国大使馆 然后再从美国在台协会新一路限制 一直延续到新管这一座最先进的建筑 总统指出 启用这栋建筑之际 再次坚定彼此在实践台美共同目标的信念 身为自由开放的民主国家 有义务协力捍卫共享的价值 及共同利益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便能克服一切阻碍 玛丽罗艾斯据此表示 过去数十年来 台湾对民主建立起深刻的信念 鼓足勇气面对各种劣进和逆境 台湾也发展出活跃的公民社会 以及蓬勃的多党民主政治 因此 美台之间或许隔了一座海洋 但双方共享的信念 价值和信任 为彼此在广泛的议题上 塑造坚实的合作基础 期待未来能够继续创造更了不起的合作 至于被放入时空胶囊的物品 蔡总统放的是 他与梅建华在新馆的合照 以及书籍看见台湾 墨见的是美台套装硬币 玛丽罗艾斯的是公民外交竞赛相册 赖魁的是台湾旅行法正式文件的照片 梅建华的是AIT全体同仁的合照 跟脸书粉丝的建议 马英九则放入了一幅书法作品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王兆坤在AIT内湖新馆的采访报导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